老虎今天继续跟大家聊自媒体的一些核心的认知 前面这个话题就是做长篇还是做短篇 上一期节目我给大家讲了 我强烈的建议新手从短篇开始 它背后的逻辑非常简单 就是短篇给你创造更多的学习犯错进步的这样的机会 使你通过短篇快速的这样的迭代 你能够快速犯错 从选题从工具从后期从生产制作 以及养成创作习惯来讲 这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开始的形式 那如果你过了这个新手期 我就会建议你逐渐把节目开始做长 好 那很多同学都会在这个做长篇或者做短篇之间纠结 也会讲就是技术成熟了以后 他也会有这个疑问 就是说我是不是要长短集合 他背后的思考是长篇的更新的能力 虽然有这个技术 但是他这个能力时间或者其他方面不见得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对吧 因为长篇的制作的成本时间总的来说比短篇要高 所以很多人就是在认知这个层面上面就一直过不了这一关 我这个长的还是短的 还是我干脆牺牲短的 我就只专注来做长的 或者讲我就是专注来做短的 算了 因为我新手期就是以比较短的视频开始的 然后后面试了一段时间长的片子 觉得非常费劲 然后又回来做这个短的 所以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在这样一个 在认知层面有这样的反复的这样的精神内耗 好 我刚才讲了 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解决了讲 新手你从做短篇 那老手或者这样你已经入门级了 这个时候已经对技术熟悉了 对选题大的方向也能够有足够的这种把握 就是说你你你你写会了 你学会了所有的这个小作文的技巧 那下面你就可以开始写写小说了 是这个这个意思 到了这个阶段了 那你就你就应该是不是写小作文了 你就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 这样一个方法方向来思考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 好 我先说过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短篇很难建立个人IP 并不是讲不可能 是很难 绝大部分的这个人以短篇输出的这种形式的话 很难创建一个鲜明的个人IP这种特色 那如果没有个人IP的话 观众就没有忠诚度 那也就很难变现 那这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做长篇的 这样一个后面的基本的逻辑 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油管虽然把短篇的入口 做到了一级做到了所有的 你能看见的地方都有短篇的这种链接在那个地方 但是油管的这种短篇的政策 或者是整个这个产品的路线图 它是一个反应式的 它不是一个主动式的 就是它被逼的没有办法才来做这个短篇 短篇的商业价值 短篇的对于这个平台的 它对平台现有的这种观众的这种分化 或者是这种消费短视频 如果你可能认为它是相对恶劣 或者是低经济价值这种行为的话 油管这个平台它是不愿意看到的 在短篇的缝隙里头去插广告 和在长篇的片子的片头片尾片中 去做广告 这两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在长篇这样一个广告市场里头 这个发布商平台和观众相对来讲 都已经形成了习惯 那么从平台这个角度来讲 它希望大家多看长篇多发长篇 那么在短篇推出以前 我以前在几年前给大家介绍过 有一个非常知名的调查 就是像油管有长有短的视频 那个时候我们讲长短的是 因为没有YouTube Shorts 这个东西出现以前 短的就是两分钟三分钟 那么我那个时候就提醒大家 注意看油管的所谓的长短里头 你在当你去看这样一个里面 去搜索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 当你搜索一个结果出来的时候 只有一个过滤 你可以看到 他那个时候的分长和短是这样一个概念 四分钟以下 四分钟到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以上 他那个时候推荐了 有一个数据公司做了一个调查 就是全网的油管的推荐 它的长度大概是四分钟左右的视频 所以讲比较短的视频 偏短的视频 他不怎么推荐 因为他里头没办法加插广告 偏长的视频一般撑不住 就是长篇小说看的人少 就这个意思 所以在几年以前优化的这个数值 大概是四分钟左右 那个片子 但是短篇的出现 已经把这样一个生态 大家的观影的习惯已经改变了 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一个 就是刚才讲的指导原则 就是用短篇的训练自己 训练完了以后 然后你开始往长篇的转移 在此之上有一个全新的动向 就是说油管它既要做短的 又要做长的 所以你会看到在首页里头 经常会推荐给你非常长的视频 以前来讲20分钟 很少看见很长的 但是后面你会看见很多很多 非常长的 长到就是几十个小时的 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后来就是很多人滥用这样的机制 油管又讲你们不能上传多于12个小时的视频 因为综合考虑它的带宽 它的服务器 它的网络的存储等等这些东西 因为有很多人只是把一个 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节目 它重复20遍就变成了20个小时 然后就上传 这种做法不好 但是也很难禁止这种行为 所以油管在前几年 他就开始讲 你最长的能上传12个小时 那在这个短片兴起的同时 那油管又极力的想 就是想从长片上面 能够稳定住他这一块赚钱的基地 对吧 但是一个明确的趋势是 总的这个在线人数月活27亿 这些人 他是有相当一部分人 由于短片的出现 他就看短片了 所以短片才会出现一天 就是一天观看短片的这个人次 是有700亿次 我讲油管整个的日活 大概只有2亿人左右 月活是27亿 就是日活2亿人 他一天要刷掉700亿的短片 这个观看量 所以很多人是 基本上就是很少看长片 这就看短片 好 那么我刚才又讲了 长片是真正他赚钱的 这样一个市场 那就出现什么情况呢 他就会推荐很多很长的视频 所以在近两年出现了 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 就是很多长片得到了 额外的青睐推荐 好 那这是今天我要给你看的几个例子 第一个老胡昨天做了一期节目 就是八个半小时 这就是我在讲油管这本书 油管公司这本书的时候 这个二十几期的节目 全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合集 好 那为什么要做合集 在背后的思考 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这个长的视频 油管会尽可能的多推荐 就是其他的情况 其他因素一致的这种情况 如果是你能做更长的 因为即便是相同的 比如说这个八个小时的 这个视频 它的玩剥裂 只要有5% 它已经是非常可观 会就是总的观看时长 会相当长 对吧 很轻易的会打败 另外一个十分钟的视频 观看完成度 是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55% 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级别的 就是那个重量局的选手 他技术不要多好 他直接就是 直接碾压你 靠体重碾压你 就这样一个意思 那油管 他通过这样的考虑 他会推 尽可能推荐这个长的 在短的和长的里头 他挑一个比较长一点的 而这种受到平台青睐 和观众也能够接受的 这种长篇 是哪一些类型呢 一个就是通常我们讲的是音乐类的 就是冥想 这个学习陪伴 那些背景音乐的 雨声 瑜伽 音乐 等等这些东西 但另外一类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学习类和课程类 好 那你完全可以像这个 比如说 这个 像这个东西 我一期一期讲 那你以前是二十几期节目 但是二十几期节目 我能做的就放到一个播放列表里面 对不对 好 如果讲 网上有一百个人讲这本书 绝大部分人 有的人是可能是 就介绍这本书 一期节目 十分钟 或者二十分钟 或者三十分钟 顶多是四十五分钟 好吧 那绝大部分的博主 就是一期节目 介绍这本书 下面放的书子链 他就完成了这个任务 那在所有这些人里头 那极少数人 我不知道有没有别的人 像我这样子讲 把这本书完整的这种讲下来 那这个就是 当我把它变成二十几期节目的时候 就是一个播放列表 在那个地方 那个播放列表在那个地方 你看起来 这个把它分开讲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分开讲是几十期节目 有几十期 我讲视频的新鲜度 是非常重要的 有几十次的 二十几次的曝光 所以每一次 每单期的节目都可以涨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当你那个视频发布了 那个课程 我已经几个月以前 八个月以前 讲完了这个课程 那那个课程 再要重新被推荐的话 往往是来自于搜索的流量了 对吧 那 当我把它做成一个长篇的时候 首先就是油管 特别想把这个视频推给 比如说油管的新手 他要想学自媒体 他要找到一个入口的时候 人家的节目是十几分钟 二十几分钟 三十几分钟 但是老胡这边有一个号称是自媒体 从入门到精通 就是你只要看这个课就够了 但是油管就会讲 你试试这个课程怎么样 这是一个大全课 是免费八个小时 你试试看 你看 从这个意义上来 油管推荐 那观众什么心理 观众还那么多 这个又讲封面 那个讲什么 这个全都讲油管宝典 我为什么不看这个呢 他就会尝试下看这个节目 所以这种节目 推荐会多 实际的观看会多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 这个节目 看不完呢 他会收藏 他会收藏 他还回来 他会有复习 因为你这样子一做 他就成为一个课程 而不是一个视频 课程和视频是不一样的事情 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单讲 课程贵课程 这个很多人 把视频放在一起 就叫做课程 这不对的 真的你要卖课的人 课程完整的 另外一套方法论 所以这是一个这样一个趋势 你利用了平台的这样一个 特别想推荐长篇的 这样一个机制 他在算法层面来讲 对这个长篇 他是有倾斜 有扶持 可以这样子讲 对观众心理是个角度来讲 有看那么多的教程 干货 然后有一个号称是大权的 他心理上 他也远远来尝试一下子 对不对 尝试如果效果不错 他就会保存 然后其中有那么5%的人 或者是多少 这个真好 就会有把8个小时 从头到尾就看了 所以这就是把一些内容 集成成有一个单一入口 然后在推荐的算法里头 以及在搜索结果里头 都让别人眼睛一亮 所以长篇 往长的做 这个概念其实是放在短篇里头 也是一样 我以前讲过的 如果你有本事 就是在短篇里头 做长的短篇 我做一期节目 讲过这个概念 我为什么经常在认知层面上 跟大家唠唠唠的讲这些东西 老胡你在那期节目里讲 要做短的 做15秒左右的视频 8秒到15秒 顶多顶多也就是30秒以下 你怎么又讲做50几秒 这背后的道理是这样子的 就是如果你能够做长的短篇 50几秒 59秒 58秒 然后你又能撑得住 你的观看完成度是85% 92% 那这个短篇就会火爆 如果你做的短篇是50秒 然后你的观看完成度是30% 那你就废了 这个片子就废片一样 对吧 所以长篇是同样这个道理 如果你做一个三个小时 五个小时 十个小时 如果你的观看完成度 能到30% 那已经是 那已经牛的不得了的 要过百万的 这样的级别的播放 所以长篇 你如果讲这样一个 八个小时的视频 能有百万级的播放 那这个钱肯定是五位数 这个高位的五位数的这个收入 就一个视频 所以讲你一年 可能就只要几个这样的视频 就够了 好 所以这个是在长篇的 背后的这个思路 给你看继续看别的例子 你可以收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就随便收10个小时 比如10个小时 这样的大量的这样的合集 10个小时 好玩的 摔胶的 或者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 比如说老早的抖音合集 或者TikTok合集 那个笑话合集 比如说这个呢 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课程 你看这个 13个小时的 学 学这种语言的 变成语言的 学摄影的 学Photoshop的 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反正都是这样的 37个小时 这一类的东西 你想想 你要去学一个东西 然后你愿意播放列表去学 还是想用这种长的 但它里头已经加了 这个视频的这种章节 你最起码会找一个讲 这个人讲的不错的话 你会收藏他这个课程 这样子比较有 比较有结构 一个路口 你要收藏一个播放列表 可以收藏 但是比较麻烦 收藏一个视频 会比较容易一些 好 所以这是 这个 长篇 它有这样的特征 你再看 1000个词组 或者表达 1000个例句 1000句常用的句子 对吧 像这一类东西 500个常见的中文字 英文入门的 最常见的500个字 或者什么样子 反正这一类 就是要一定的量 以前可能像 我一期节目讲一个字 但是有一类东西 就是1000 1000起步 或者365个 老虎可以做一个 1000个油管问题 对吧 我把那些油管 我做过的东西 全都把它汇集起来 做一个超长的 这样一个节目 好 这个地方就要讲到一个 核心的 下面一个核心的挑战 就是说 老虎你讲到这条 我理解 短片开始训练自己 完了以后 然后就像这样做长 能做长 能在耐看的情况下 越长越好 越来越赚钱 播放量反而往常的做 会得到流量的加持 那么这两个东西 好像是竞争的矛盾的 对吧 长篇的生产成本高 周期长 然后做的困难大 中间有很长时间 是我怎么更新的问题 所以这概念上好理解 下面的挑战的问题 就是说 我实际上怎么来操作 好 注意了 操作的时候 就有个 有个长短 坚固的 这样一个操作方法 就以老虎讲的 老虎回答一千有万问题 你看到现在为止 我回答一千有万问题 有的问题 单独一个问题 我可能会讲十分钟 讲十五分钟 有的讲二十分钟 都可能 就是我会把那个问题 问题背后的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讲到关于这个问题的 所有的种种可能性 但是这个市场有一批人 他只要干货 就是干到 不要加油 加盐 不要加糖 什么都不要加 就是食材本身 他就喜欢这种东西 短片快 就像查字典那种感觉 好 那对于这些人 很好的方法就是 用短片的方式 来回答问题 那么 这个非常短片快 节奏快 那么 短片的回答的时候 我就可以 就用油管短片的 这种形式 比如说少于60秒的 素品的这种形式 来做短片 就是我所有的问题 都在60秒中回答 但凡不能把 在60分钟 60秒钟只能完成的 把它拆分成 两个问题 三个问题 这样子来做 那 好 每一个问题都是 60秒之内的 或者30秒 或者40秒 或者50秒 或者是这个 就是8秒 9秒 当你有足够多的时候 你就把这些东西 全部放到一起 那这些就是一个合集 100个问题 可以放到一起 1000个问题 放到一起 可以讲 关于版权的36个问题 放到一起 这就是一个长篇 所以呢 长篇是一个短篇的 这个附加 那当然 你不见得就是想 走这两个极端 这种形式 对不对 你这中间 可不可以做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四分钟 五分钟 的这种节目 完全可以 就是你不要这样的局限 就是将来 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完全讲 这个 比如说 关于搬运的 50个问题 这个50个问题里头 有20个 可能就是短篇的回答 可能有那么5个 就是一分半钟左右 然后其他是长的 你就把这个东西 放到一起 就是一个长篇 或者是讲 你平时就这样的生产 生产用短篇的这种形式 保证你不断的 有节目的发布 对吧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在发布完了以后 根据观众的这种反馈 可以把你的这个节目 进行重新的 重新的这个再整理 再提高 因为结合了观众反馈以后的话 就这个节目的质量 会进一步的提高 那么你就可以重新 真的不见得是只做合集 你真的是重做一个长篇出来 对不对 你前面的单篇 已经过去的这个三个月 你发了好多这样的 问题的回答回答回答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做一些精选 有的精选 就是你当时那个单篇做的 你本身就觉得挺好的 我没有什么任何好补充的 你直接把它拿过来 做到你合集里头 然后其中另外一个问题 你觉得没讲清楚 就是有一个条件 没有交代清楚 因为你在观众的 跟你的互动过程当中 底下的留言 你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假设 你没有讲 在那期节目里头 碰到这种情况 我顺便讲 怎么处理 你就可以通过 置顶留言的方式 和留言回复的方式 进行解释 这个地方就是 第35秒这个地方的话 是这个数据错误 或者是这个引用错误 或者是我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没讲清楚 你在那个节目里当时要处理 当然你到后面来 做这种合集的时候 这期节目 你就可以重录一下子 对吧 但凡如果是不是非常复杂 像这种短片 这种知识类的话 你就重新录一下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不要偷懒 不要觉得就是一定要 原样的东西 然后在这边包装一下 就发出去 因为你要重做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本身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你花时间 再把它变成 2025年的版本 它是值得的 当你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你越修正越好 越修正越好的话 你全来所有的单片 和所有的2020年的汇集 21年的23年的 所有的东西将来都会引流到你最新的版本 就像字典一样 每年更新 更新 多少版 第24版 第25版 第26版 这样一种 不断的去更新下去 所以这一类东西 就是这个方法就可以长 短 结合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你做的是做一个长的 合集 但是你不会等到合集来生成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在做这个内容 所以你有这个过程 然后接下来下面有个同学就会有意见 这样子是不是重复内容 油管不会允许 我刚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就是它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落在一起 即便是简单落在一起 我告诉你 它也不是在你的频道内容里面的一个叫做重复内容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老胡这个前面二十几期节目有推 有推荐 昨天这个节目 有推荐呢 并且是我最近十个节目里头 在最开始的 这个十个小时里头跑的第一的 最好的 它是最长的 当然跑的最好的 所以就是我这么小的数据 就证明这个东西是 是行之有效的 而且是就是 我在学员身上和其他地方 反复的验证的这样一个策略 就是你可以做长的 比如说这种东西特别适合做教学类的 就是那些什么叫教学类的 就是那些比较简单的 信息密集类的 比如说美国公民考试 美国驾驶什么执照考试 汽车这个驾驶证考试 然后那些东西都是信息类的 没有太多理解的 然后你就准备好文案了 然后去念念念念念念念 然后就做个合集 比如说500个中文资格考试 不是有HSK考试 一级二级三级 然后你去念那个字 然后每个字念一个例句 就像这种东西 那种准备语言考试的人 他就会反复听 为什么你发现这些长视频 他看的人特别多 播放量很大 就这个道理 你有的时候难以理解 像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100个这样的phrase 就像这样一个组合 或者词语 它有610多万 三个小时的播放 所以这个视频是挺赚钱的 那技术含量有没有多少 就这种信息类的 比如说如果你讲100个笑话 或者365个笑话 或者是1000个冷知识 像这种东西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做 然后这平时的话 你可以就一个一个短片做 然后这样的合集做 所以不管你怎么做 你要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平时可以输出 然后合集又能做起来 是这个合集本身又足够有吸引力 这样子你就长短兼顾 然后如果你的节目里 有几个系列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就是短期有效益 有输出 然后长期有这样一个 给你赚钱的 这样一个就是 好像重大的这样一个项目一样 最后你的频道里头 如果有这么几个这样一个东西 1000个句子 1000个什么常用的成语 1000个重要的词汇 1000个容易混淆的什么字 敬意词这些东西 这就是一个系列 最后你的节目很多很多短片 然后有这些合集的 短片平时给你涨粉引流 长片给你赚钱 这样子你就长片也吃到了 它的红利 短片也吃到它的红利 然后平时创作右条不稳 内心没有那些焦虑 焦躁那种状态 这才是真正的 就是两手抓 两手都硬 然后是一个持续稳定的 内容生产的方式 好 所以你看到老虎今天节目 你要结合你自己的内容赛道 看看怎么样能够应用这样一种方法 给你的这个频道 增加赚钱的能力 好 这就老虎今天的分享 谢谢 欢迎你明天继续回来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